看完這套劇之後我真的會喜歡高班獎多過喜歡韓紫蘋 大家好我是Caitli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套韓劇 相信最近很多人因為startup而幻想了甘酸虎病 而最近startup已經播放完畢 才不敢大家會不會滿意這個結局 我相信很多孫婦粉絲也開始進行這個考古動作 開始影片之前如果你是對韓劇或韓國娛樂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開啟鈴鐺啦 相信大家按進來都已經知道我今天要分享的劇就是爪著幽靈 它是2019年TVN電視台的一套電視劇 這套劇集是由甘酸虎和文謹瑩一起主演的 這套劇就是用地鐵警察隊做一個背景 講述一個衝動型的新人劉玲 以及一個經驗露道的老手警察高智石 兩個人之間的茶案浪漫史 故事講述民謹瑩飾演的劉玲 她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妹妹 她叫做劉真 她在兩年前搭地鐵的時候就失蹤了 不中了兩年都仍然未找到她妹妹的下落 同時也懷疑被這個人稱地鐵幽靈的傳說殺手殺了 她很擔心自己妹妹的去向 在這兩年期間就不斷追查 以及找警方求助 很可惜 因為警方覺得她妹妹的屍體還未被發現 所以決定不立案 所以孤立無緩的劉玲 就需要靠自己 而傅仙就講述地下警察隊 平時是怎樣辦案的 例如怎樣去捉這些小偷 他們就要捉拿這個道賊 去重振警方的聲威 這個故事大約就是這樣 而來到演員的部分 首先講到女主角文謹瑩 這部是文謹瑩復出的第一部電視劇 她之前還了重餅 我也很開心看到她重版這個螢幕 雖然我最近才看這部電視劇 但我自己一直覺得 文謹瑩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錯的 對上一次演的電視劇 已經是客串的Antorage 以及2015年的電視劇村莊 已經很久沒有拍劇 所以這次也挺期待她的表現 題外話就是 她以前有一個灰灰娘的姐姐 我真的超級喜歡看 我不知道看了多少次 起碼也有五、六次 所以她也算是令我陷入 這個行樓坑的其中一員 後來的電視劇 例如《青坦道愛麗絲》 以及剛才提及的那套村莊 我也有看到 大家如果真的很有興趣 也可以這樣回去看 講回這次劉玲和劉珍的角色 我覺得她這次的發揮 也是維持過往的實力 尤其是她一人分析兩角 飾演她失蹤的妹妹劉珍 我覺得她做這個自閉症女孩的 這個角色做得非常逼真 和現實中看到那些自閉症的人 行為也是非常相似的 我也相信她在這方面有落到苦工 至於她主角的角色 其實我於這個人物性格設定的關係 比較衝動一點的熱血淚景 其實就會比較不討喜 但是隨著劇情的推進的時候 慢慢就會覺得這個性格是非常合理 還有你知道了前因後果的時候 也會覺得沒那麼討厭 對啦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編劇處理得不錯 至於男主角甘酸虎的方面 我覺得甘酸虎在這部劇的發揮空間 明顯地是多於start up很多的 始終都是男主角 還有她裡面飾演的高班長的角色 也是非常貼地 加上這部劇 因為她飾演警察的緣故 也會多了很多打鬥的場面 而我覺得這些場面 也是做得非常好 看完這部劇之後 我真的會喜歡高班長 我喜歡韓子平 始終因為她是比較貼地的角色 看上去的時候 會更加有真實感 根據她這麼多年 在這個舞台劇上的經驗 實戰而來的演技 真的會打得贏很多不少的當紅小身 所以我也很希望 將來的電視劇可以幫到她再上一層 除了這兩位主角之外 女兒和男兒方面 就有鄭友真和其道芬 做一個警員的角色 兩個電視劇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看上去是非常舒服 好 那來到劇集的評價方面 不得不說 這部劇的演員全部都是實力派 每個人的演技都非常自然 看上去是非常舒服 而且是不會有任何尷尬的地方 都一定要清散編劇的努力 我覺得這部劇的編劇 處理這個劇情的節奏是非常好 不會強行加很多愛情的氣氛 在裡面 令到觀眾看上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劇情是非常暢順 不會出現一些突压的感覺 除此之外 我覺得除了愛情線方面 我覺得他寫這個親情線也寫得非常之好 還有這個男主角高智石 和他媽媽兩個人之間的親情部分 也是寫得非常之寫實 我相信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 講到男主角高智石 每隔幾天就會去到護老院看他媽媽 事業上的壓力和照顧家人的壓力 也是寫得非常之逼真 所以我會覺得編劇在寫親情的部分 寫得非常之好 另外也是不得不提 而且金書寫這個六七十年代的打扮 真的蠻有氣感 最後 主線查案的一部分 也是非常之精彩 看得非常之精彩之餘 也可以帶到女主角 想回她自己失蹤了的妹妹的一些事 我真的覺得 這個部分 連接也是非常之好 主線查案部分 其實你會看看 慢慢投入了劇情 你會慢慢跟著一起推理 哪一個才是兇手 然後這個劇情也會不斷有反轉 每次你以為哪一個是兇手的時候 始終發現又未必是 我真心覺得 猜兇手的部分 也挺有驚喜的 大家在看這部劇的時候 也可以嘗試猜猜兇手是哪一個 看看你猜不猜中 那一部韓劇怎麼為之好看 當然不是藍尾 這部劇就一點都不藍尾 我覺得它的尾其實收得不錯 很多韓劇其實收尾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拖 那這部劇就沒有這個情況出現之餘 那它的緊張感一直可以保持到第16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都令我非常之感驚喜 所以真的不得不讚這部劇的編劇和導演 在掌握劇情的節奏和流程 做得非常好 那來到評分時間 這個是我最新加入的環節 讓大家更加清楚 我對於一部劇的評價是怎樣的 那我總共會給5個分 第一個就是故事的吸引指數 我會給4顆星 第二個就是主演吸引指數 那我會給4.5分 而第三個就是ost的部分 這次這部劇的ost 就稍微訊息了一點 沒有什麼手是特別有幾億點的 所以我會給3.5分 而最後呢 整體的推薦指數 我是給4分的 那希望這個影片 也可以幫助到大家 喜歡的參考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遲些呢 也會做《封鳥因為你》的劇評 和《Two Cops》的劇評 大家如果對於金孫虎演出過的韓劇 都感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的頻道更新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就給我一個Like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頻道 開啟鈴鈴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UNG